沈阳惊险萧峰墓 墓主头戴神秘黄金面具 这个器单的面具啊 它是由一整块黄金锻造出来的 全身包裹着银丝网络 这个就是银丝网络啊 未经打扰的墓室内 一把宝剑横空出世 一把剑 这是萧峰生前使用的武器吗 黄金面具下能否为我们揭开 萧峰的真实样貌 墓中有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吗 本期视频将带大家一起揭开 这座器单贵族墓葬的谜团 2017年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 在康平县张家瑶临场 意外发现了数族 辽带贵族高等级墓葬 在墓葬中出土了白柚 黑鹤彩梅瓶等数百件精美的文物 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 考古人员立即决定将官国整体打包至实验室 再进行清理研究 官国被安全地转送到了辽宁省博物馆 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上层的塑料布揭开 就被眼前的景象尽到 一个黄金面具映入眼帘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奇特的藏素 通过对墓葬周边的环境进行观察 考古人员发现 这里的地形特征非常符合 古代关于墓地的选择标准 这些契丹贵族墓葬群的位置 应该是经过精心挑选过的 根据史料记载 契丹贵族一直流行着一种特殊的藏素 一些贵族死后都会在脸部 覆盖上金银等不同材质制作的黄金面具 生前的地位等级不同 所佩戴的面具材质也灰不同 能用黄金做面具 说明墓主人的身份一定不一般 专家对出土的黄金面具 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方式 这些面具的制作极具草原民族特色 采用浮雕的制作方式 根据墓主人的面部特征进行加工 戏长眼 高鼻梁 薄嘴唇 通过精细的雕工 将墓主人生前的面貌 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这个黄金面具不仅实用性非常强 而且也堪称是中国雕塑史上 独具魅力的艺术作品 所以这个雕塑呢 它其实是一个手艺人 是一个手艺人 紧接着继续对棺内进行清理 陶古林园首先将棺果上层的糊涂 一点点的清理掉 这座墓葬的等级非常高 陶古林园对墓葬的发掘 也制定了非常惊喜的计划 首先就是从墓主人的头部进行清理 然后依次向腿部延伸 当陶古林园小心翼地揭开一块木板 就被眼前的景象尽到了 我的妈呀 这拿着没有用啊 金币会黄的 陶古人员究竟看到了什么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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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京县萧峰墓 墓主头戴神秘黄金面具 全身包裹着银丝网络 黄金面具下 能否为我们揭开萧峰的真实样貌呢 未经捣扰的墓室 墓主人的头骨却疑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关锅中会有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吗 当陶古林园揭开一片木板 大量精美的惊喜显露了出来 我的妈呀 规格挺高啊 你看这都是纯净的 这也是纯净 由于精气数量太多 埋葬的时间很长 陶古林园不敢贸然地提取 只好先拿来显微镜进行观察 这一看可不得了 精气竟然是附着在丝织品上的 陶古林园不禁感叹 幸好没有直接提取 在试验室做这种事 就是出现这种迹象 就是不着急 慢慢地把分钟清楚 陶古林园又取来了高倍显微镜 棺果中的丝织品 变得更加清晰了起来 这可是一千多年前的丝织品 不仅纹理清晰可见 连当时现穿的手法也看得非常的清楚 横纵交错的编织手法都在讲述着当时精湛的制作工艺 在丝线下面还包裹着金箔 看起来金光珊珊 这是方形金器 中间还有小孔 上面还有着非常精美的纹饰 从这些金器的色泽 以及制作工艺来看 每一块都价值不菲 将这些金器清理出来以后 陶古林园经过仔细的观察 反复推敲着他们的构造 将他们以图纸的形式绘画出来 更加完整地表达出金饰的形态 将这些纯金饰片连接起来之后 陶古人员发现 这应该是牧主人佩戴的腰带 但是棺果内出现大量仿织品 让发掘工作停滞了下来 由于棺果中的土壤十分干燥 清理的时候容易把丝织品损坏 如何才能保护仿织品不受破坏 又能顺利地向下清理 成为了现场发掘的一大难题 为了更加安全地实施这个方案 陶古林园决定调整棺果的发掘方案 当陶古林园将土壤浸湿以后 大量的金色也逐渐显露出来 通过金色显露的位置判断 应该是牧主人穿的靴子 紧接着又有丝织物显露了出来 但是保存情况并不理想 在这上面还有一个类似金镯子的物件 上面的花纹清晰可见 紧接着一个红色琥珀被清理了出来 两边都有钻孔 它的位置就在手链的前面 专家推测 它应该是作为手链装食物使用的 而这种宝石的等级非常的高 只有高等级的器单贵族才能使用 看似不到两平米的地方 竟然能挖出这么多的宝贝 牧主人的身份变得更加神秘 突然 考古林园发现了疑似头骨的骸骨 但让专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这个地方距离它下葬时头部的位置 还有几十公分的距离 在这里出现头骨 非常的奇怪 墓葬在发掘的时候 又发现一个倒洞 难道墓葬被倒扰过 沈阳临场发现辽戴契丹贵族墓葬 墓主人竟是销锋原型 佩戴的黄金面具 能否还原销锋的真实样貌 墓主人全身穿戴银丝网络 又有何用意 佩葬品中会有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骂 专家将目光转向了棺果中的金饰品 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 考古林园采用X射线 对棺果进行了仔细的扫描 发现腰带上的金饰片 跌压得非常严重 他们当年应该是等距离百磅 最后闭合成一个圆魂 佩戴在了墓主人的腰部 继续发觉考古林园使用喷壶 在墓主人首部的位置 喷出了一个金光灿灿的物件 将它清理后发现 这是一个金戒指 能看得出来 它的尺寸非常大 上面还暂刻着草叶纹的纹饰 在清理中 让考古林园感到非常可惜的是 包裹在墓主人身上的银丝网络 损坏程度早已经超过预计 就像个瓷娃娃一样 一碰就碎 根本就无法清理 为了弄清墓主人身上银丝网络的结构 考古林园决定 是用全息扫描 整个给它扫一遍 虽然实物无法保存 但是信息和资料 能够通过另一种方式 保存下落 完整的银丝网络和黄金面具 非常罕见 在此之间 只有陈国公主墓中出土过 考古人员判断 墓主人的身份应该低于陈国公主 但是从出土的随葬品来看 墓主人生前的地位也很高 应该也是一个大贵族 通过局部的清理 考古人员发现 银丝网络位于墓主人的内衣之上 契丹人认为 行不散而神不离 银丝网络主要作用 就是为了防止星体散乱 而这也很有可能 是受到汉代丧葬文化的影响 和金女御仪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观国中出土了不少的禁忌 考古人员推断 墓葬应该没有被盗扰过 但是让专家感到失望的是 墓葬中并没有发现 墓志明 观国里也没有发现什么 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信息 墓主人究竟是谁 专家将墓主人的骸骨 拿去鉴定后发现 他是一位年龄25到35岁的青年男性 本以为这将会成为一座无名之墓 专家却给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墓主人就是南远大王 孝丰 在金庸的小说中 乔丰其实是契丹人 并为肖丰 肖丰在天龙八部中 使用盖世神功 降龙十八掌 帮助耶律鸿鸡 生前了耶律重元 被封为南远大王 根据史书记载 历史上的确有肖丰这个人 而他也的确做过 辽国的南远大王 根据辽史地理志记载 隋州本高州的南王府武将 放牧于此 意思是说隋州就是南王府 放牧的所在地 这更加说明了墓主人是肖丰的真实性 可惜的是在墓中并没有出土 什么武功秘籍 不过墓中出土的黄金面具 就是根据肖丰的面容制作的 通过面具 我们可以看到墓主人生前的样貌 他的双目闭合 颧骨较高 眉眼细长 眉毛浓密 眼角上飘 柳柳无须 不知道与你心中的消风形象 有没有差距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